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八八理财永芳 要给您财富恩赐方 您好事治愈 那么现场为您邀请到 是万宝投顾的 投资总监蔡明章 蔡总好 大家好 新一国际投科执行长林永明 永明哥 晚安 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好 来 今天节目非常精彩 大家一定要仔细地来看看 这个首先呢 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到 今天呢 带大家看的是 陆股的ETF 那么今天在盘面上 又成了成交重心了 那主要呢就是 陆股是不是已经出现 攻击讯号 接下来有非常多的利多 待会呢 我们要请蔡总 还有永明哥 都要带我们好好来聊 他们对陆股的看法 再来呢 就是今天 蔡总特别带来 大家一定要好好认识 中国大陆最近他们选出了 七大的暴富产业 暴富产业到底有谁 而且呢 到底台股当中 谁有机会可以吃到这一块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的 这真的是未来的趋势 你千万不要错过 还有就是今天夜问团 一样要帮您解决 您的持股问题 好 我们首先呢 先要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是陆股 是不是接下来 真的很有机会 我们有请蔡总 除了要谈陆股之外 我们另外 今天又是礼拜一 一个礼拜的开始 这个礼拜有哪一些 可能攸关大家 投资方向重要的事情 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 就是美国超级财报周 就是这个礼拜要正式展开 哇 这些13号是 Sandisk IBM 英特尔 高通啊 微软啊 UA啊 Google 这个Apple应该最重要 这个Cree Tesla 这些呢 都是这个 陆陆续续 他要公布 他们的一个财报数字了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明天的凌晨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低档的 这个美国的超级财报 是 那就是美国李悦 它是这个 道琼指数的成分股 对 那市场高度的期待 它应该会 一个获利明显的增长 因为在过去 这一季当中 部分 尤其在基本金属的 原物料是涨的 对 所以假如美国李悦 明天的这个财报 能击败市场的议起的话 我们意境 对台股 尤其在原物料 钢铁的类骨 休息一段时间以后 可能会做出反弹 是 不过台股跟美国的财报 联动最高的 还是在所谓的科技业 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 科技业有几个重头戏 对 那英特尔的话 过去这几季 财报都普普通通 那最主要是PC 那现在这个PC 会不会稳住 这个市场 也积以厚望 对 所以我认为 英特尔的财报出来 应该不会再是利空 是 所以对这个双A 说这个广达 有一点这个提振 那高通的这个财报的话 大概第一季来看的话 可能普普的 普普的 所以 但是莲花科 在第二季以后的状况是不错 对 第一季也顺利的达成财测 所以莲花科 可能是一个焦点 我觉得再坏也不会多坏了 那微软的财报应该是不错的 对 所以一样是双A 轮保全光 UA 哇这个就重头戏了 那这个 Nike的这个财报先前已经公布了 对 那但是呢 并没有激起呢 这个大家的这个 对它的一个期待 对 因为最主要 它的这个营收成长的速度 有点缓缓 有人说库存太多了 那UA可能成长性比较高 那可能对保存风态 这个卢宏巨洋 这些还有什么 大家比较陌生 这个得利 对 这都相关供应链 相关供应链 之前也都是飙涨的个 这很需要来救 卢宏最近感觉快要做头 赶快财报公布完 Google财报上一季就很好 这一季应该还不错 所以应该是比较云端的 是 云端相关 那我觉得桥顶是 比较可以留意的 不过所有台湾的科技股 其实都在等这一天 对 4月25号 等苹果 那苹果的话 这个6S 他好担心他公布 6S的话 本来在去年第四季 圣诞节的旺季之后 今年的第一季是淡季 对 所以听说卖的状况并不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 刚推出的 这个iPhone SE 也没有销售很好 所以Apple第一季的财报 应该是不好 对 不好 但是有人说不好 也许对相关的苹果供应链 是利空出境 因为它第二季的话 会极力的快速的打消 它的一个库存 是 因为马上i7的话 可能会在第三季末 可能9月 就会 甚至有人说提前都到7月 都有可能 是 那等于第三季的话 这个i7就要问世了 所以 我觉得平概股 尤其指标股 应该是这两个 大力光 跟可乘 因为关键 您主见先反应 是 那这两个 是不是在25号 苹果的财报 利空之后 开始稳住 所以你看 一连串的这些 股票的话 就对我们 整个大盘 影响就相当的大 对 好 这个是跟台股当中的联动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在美国 有一个 他们大家自己担心说 S&P500指数当中 一些成分股 那美国现在的媒体 一直在报道说 哇 这个可能在2009年以来 S&P500指数的一个企业 在第一季的获利 会大降 百分之7.9 所以我要请蔡总 帮我们看看 那美股啊 特别是在 这S&P500指数的部分 会不会因此有压力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 这个是周线 然后这一道 我们看 今年的1月份 有一个低点 这是国际股市的一个低点 1810点 然后做了一个 类似微型环转 但遇到前波的压力 对 那这个压力的话 是在去年的第四季 对 所以你要 直接的微型环转 一定要低级的财报非常好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不是 还可能衰退了这个7.9% 对 这个是2009年金融海啸以来 滑落最多 为什么 几个原因 第一个油价 对 在低级 它还是基本上 还是一个比较低的水位 是 这个油价 对 再过来 强势的美元 这就关键了 对 因为美国 大概有将近50% 这些企业的营收 来自于海外 对 他们是出口商 对 那他的汇率一直 美元一直强 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 我现在要去买iPhone的手机 是 但是我是在新兴市场 现在新兴市场 在低级的时候 这个货币还是在扁 然后美元在升 对 所以我要拿更多的 新兴市场的货币 来买这一支的iPhone手机 大家不可能去买 对 所以美国的强势美元 让它的企业的获利 可能会下滑 那整个企业的支出 跟采购 也是减反的 因为旺季结束 去年第四季是旺季 第一季就单一点 所以假如这一轮 公布出来 一直到四月底 公布出来 美国第一季的企业获利 真的是下降的话 美国股市 可能会有压力 这个地方 我也不敢说 它一定会这样子 但是一定在这边整理 那对台股有什么影响 除了说 刚才讲的联动的个股以外 美系的外资 他可能看到 美国股市在这个地方 过不去以后 他必须要去调节台股 我们知道第一季台股 股市涨了5% 因为热钱流进来 延后这个 联准会延后升息 还有我们的汇率 是升值了2.4% 所以股汇其实超过了7% 那我是一个短线的对冲基金 去年第一季汇进来台湾 加起来已经有赚7% 赚7%了 我跑不跑 我会跑 对 什么时候你会跑得更多 是因为美国股市有压力的 所以我会在台股去调节 把钱拿回去怎么样 美国 它跌下来的时候 它可能反而开始接美国的股票 所以这个部分会有一些关联 所以这个部分要大家留意一下 好 那么再来我们要请这个 蔡友帮我们看油价 这个油价 怎么突然间又飙上来 大家本来想说 当初来到41.9 已经差不多近期的高点 要开始往回修正 结果没有想到 一下子又跳上去 现在又来到接近40块钱的 这个美元每一桶 那么到底接下来的这个油价呢 到底还是往上还是有压力呢 去年的油价 还有今年年初 油价扎到了低点以后 进行一波的反弹 这个是纽约原油 最高到41.9 就过了四字桶 然后这个日线就开始 哇 这个下跌 跌到这个地方 大概在35块又获得支撑 上个礼拜 单周涨了8% 而且集中在礼拜五那一天 礼拜五就吃掉了6% 所以长在这一根 那一根6%很多 对 有几个原因 美国原油的库存意外的减少 对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输油管也停运 这个就是杜哈会议 是OPEC组织 他们要这个 要不要减产的会议 对不对 这个就是在卡达的这个杜哈 他们有可能叫多哈 对 有翻多哈 有翻杜哈 杜哈 杜哈 就是指同一个地方 对 那这次比较特别 不是只有OPEC 俄罗斯也去 非OPEC的俄罗斯也参加 对 那现在比较不明朗 就是这个伊朗 会不会参加 对 那伊朗会不会参加 成为一个问号 假如伊朗参加的话 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高 是 那现在老实讲 他们说50% 50% 那今天高盛出来泼冷水 所以油又稍微在电子盘压低了 是 那为什么高盛泼冷水呢 当他去年一路跌 跌到30块最低的时候 对 高盛是喊20 但后来被打脸 对 还涨到40 对 所以这是高盛 不行啊 他是名著挂 挂不住是不是 对 再把它喊空 因为这个油的市场太大了 对 你知道那个做期货的多摊空 多摊空 那个多摊空交战 那个资金非常可怕 我听说最近 这个油在回落的时候 去放空原油价格的好多 结果那天的6% 都被嘎上来 对 所以我们的观众要了解 这个在原油市场的多摊空 那个力量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精彩 这个都是大咖开玩家 那个金额非常的庞大 另外美国专有的这个机台 它也是连三架 这等于公积量减少 对 好 我们讲那么复杂以后 其实我们看结论 对 台北时间是礼拜天 对 4月17号 这个会议 假如达成动产会议的话 油会什么上去 是 但是也不要想说 油会五六十块 只要它维持在40块的话 对 对台湾的经济是好的 油太低的话 对 我告诉你会通缩 嗯 大家越不敢消费 对 适度的一个油的价位 对 把世界的通缩的风险 把它解除 嗯哼 把它解除 嗯 然后呢 大家也会在这个塑化的原物料 开始回补 是 因为或者以前 油一直在跌的时候 我是做下油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扩存回补 对啊 我补了以后 我还没有生产出去 放在仓库就已经是 叠价损失了 对 所以这个会上去 那今天最新的台塑市保 低劑的获利 出来了哦 是 大赚的 世家大赚的280几亿啊 比去年同期啊 大活的成长 尤其台塑化跟台化 单季的EPS都超过了1块1啊 这个明天的盘面 可能会反映 那万一 动产的会议失败呢 没有结论呢 对啊 万一没结论怎么办 油再跌回来 但是我相信30块也不会破 可能会落在了30 到差不多 35嘛 对35这个期间 就变成区间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股市可能会杀下来 所以这个会议很重要哦 对就这一轮的这个国际的 这个从美国到国际的经济的数据 或者重要的结议的话 礼拜天是高潮 那这个礼拜天会反映在下周一 就一个礼拜后的今天 是 会反映在那个台股的盘面 哇 所以我们要好好关注一下 礼拜天的杜哈会议 好 那么再来呢 我们就要请这个 蔡总帮我们来看看路股了 这个路股呢 其实我们看今天公布的数字 CPI年增2.3% 那其实本来市场预期 是大概2.5左右 没有到那么多啦 但是其实也不差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 这个出口的数字啊 GDP的预估啊 重点是 我觉得路股好像 其实已经感觉在这个地方 开始主底了 蔡总怎么看路股接下来 其实他蛮多好消息的 对不对 对 因为过去的这个路股的一个反弹 去年的反弹 这个都是政策面的做多了 到5000多点了 怎么样 后来不行了 打回这个基本面 现在就是路股要一连串的 经济实体的数据变好 那三月份的制造业PMI已经好了 工业利润也都好了 但是这个礼拜 我们这个劣迹是比较重要 还有很多啦 很多的数字通通在 最近一直在公布数字 但是一项一项很不错 对这个礼拜他们说总金数字的关键周 今天就是CPI 对 那增加了这个2.3% 本来估计2.5% 2.5左右 稍微低一点 对 稍微低一点 那低一点的话 大家就觉得说 那这个有可能还会有降息降准的机会 那你CPI假如很高的话 就不容易降息降准 所以他们会维持宽松货币 对 暗示人行有降息降准的空间 4月13号 3月的出口 它是预估要增加了 要开始成长了 这很关键 对 我们今天公布的 我们公布的都不敢说 炎死是黑 对 追品金融海啸 今天下午最新的数字 是 难看得要命 对 人家中国大陆 周末礼拜五 对 第一季的GDP 预估是差不多6.69 差不多6.7 是 那去年我们知道第四季是6.8 对 那假如 这个公布出来是6.7的话 符合预期 他们认为第二季 第一季会6.7 对 然后现在的第二季 会开始回来6.8 是 那6.8你可以看 这个价位 这个上阵的2638 就在第一季 对 假如6.7 是最低的话 第二季6.8 这个就第一季 开始往上了 然后股市就缓印GDP 同步缓印 可能开始就往上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利多 应该在这 对不对 蔡总 他应该在第二季有机会 A股被纳入MSCI 但是听说 政策面要做到两个承诺 第一个就是要 真的要去推动深港通 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 你不要暴力救失 他们那个外资最讨厌 你人为的干预 暴力救失 不行 也不能动不动就把人家停牌 让他没有这个流动性 你假如能做到这两方面的承诺的话 加上这个经济已经落底 那我想加入MSCI的可能性就很大 加入以后 你想你要买什么 我就直接买路口ETF就好了 对啊 就一大段的行情 这一段 这一段是有点投机 那现在大家 接下来下半年有一段 是一个基本面的吧 大家期待这种情况的发生 是好 非常谢谢蔡总 这个蔡总帮大家 简单的来做整理 就是这个礼拜 可能国际间发生了一些 什么样的大事 还有接下来的机会在哪里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 这个永明哥了 那么赶快带我们来看 就是今天台股的表现 今天是开低走高翻红 那么最后收在 其实应该相对高的位置 今天收在8562点 这样21点 带量很少 只有675元 今年的第五低 怎么会这么低 对 因为这个数字很奇怪 第一个 现在并不是一个外资休假期 对 又不是连续假期 又不是要过年 怎么那么低量 对 所以我想今天的 这一张字卡的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应该是675亿 所以说 当然如果就短线 跌市的立场来讲 对 无量是很容易反弹 那再加上国安基金 可能要退场 对 所以各位用一个简单的基本逻辑 就是在国安基金退场之前 已经没有人敢玩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更有跌不得的压力 是 一般来讲都会先拉了以后 让它跌 对 所以就是国安基金在这个地方 如果要放手 也不可能在放手之前连续跌 是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造成它坐驾的主要原因 可是也没有涨很多 涨20点算是拉起来让它跌 了不起了 因为高跟低之间的话 其实每天现在都有落差 都有至少50点以上的落差 好 有民跟上 我们看看外资动作 外资在现货部分 今天小退了 这应该差不多跌 这个0.8亿元 这个卖超 期货今天又增加2650口 其实我已经有一点 弄不懂它的动作 买买卖卖的 现在未平仓又48000 对 48000 这个数字 其实它的参考意义 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大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那个53000的时候 对 我真的吓一跳 惊讶 这个 入这个行业快20年 十几年了 第一次看到那么高 我第一次看到53000这个数字 对 那早期的话 有到49000这个数字 是在这个金融海啸的 这个3955那附近 对 所以很多人当时一看到53000的时候 就想说 哇 那这个是不是要比照当时 要涨着这个一倍上去 可是事后发现也并没有 对 那当然外面有在传 就是说包含像很多高盛 或者是什么 他们有在发台湾的 境外的一些ETF 是 那境外的ETF 他们必须有一些衍生性的 联动到台湾的期货 这个当然就是还没有被证实 所以会有一些 大概有差不多15000到18000口 是属于这种跟ETF连结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48000 扣掉了18000好了 大概300000 那就是比较是正常的水位 那但这个影响性 我觉得对盘市的影响力 已经不是那么大 我比较纳闷的就是说 因为大家刚刚可以看到 这个图表就是油价 对不对 油价上个礼拜五涨8% 对啊 那以前我们的观念不是 油涨股涨 油跌股跌吗 是 对 所以今天早上我相信 有很多人错愕 就是说为什么今天要跌 对 今天期货为什么应该 一早盘的时候就跌 现货也跌 照理来讲的话 油涨国际股市也没事 不强也不应该要先跌 我想跟日股 有很大的关系 待会我们会分析日语 整张表其实这是一个 弱势反弹的结构 弱势反弹 弱势反弹的结构 好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们的经济数据超级烂的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财政部长 这个是下午最新的出口数字 连续14黑 刚其实蔡总已经起了一个头 这是金融海啸的记录 而且呢 其实财政部长还说 也没那么快翻证 对 maybe可能 还要再忍受一下 对 但是他告诉大家一个 他讲说 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 因为他说我们不是最差 他说我们现在才凭 金融海啸的那个记录而已 人家很多国外的国家 都已经破金融海啸的记录 我都不晓得说 你为什么不跟好的比 你去跟人家很差的比 是比怎样 这个数字真的有这么糟糕吗 其实这数字真的不好 因为各位要有一个 基本的经济概念 就是说我们的三月 已经没有什么假期的在放 你说二月不好 因为二月的工作天数少 对不对 对 那你想啊 国际的港口 其实他们没有跟我们华人 在放年假 对 所以他们的正常的港口 这个运货都很 都没有什么筛货的现象 没有停工的现象 那我们二月不足的天数 说实在来 如果假设真的要出 会补在三月 对 那你三月如果还继续掉的话 而且是两位数的掉 对 你还是两位数字的掉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已经不是在比烂了 对对 就比一堆烂苹果里面 我比较没有 这是扎扎实实的不好 对 这就是真的不好 对 那因为他现在复苏的路 就是一直往后拖 对 你说第一季 他说第二季末 然后现在又已经提到第三季 对 那我的解读是 能见度变得很低 对 对 能见度变得很低 所以那我相信第三季 会不会好转 一定会好转 对 因为苹果的出货一定会好 是 就是iPhone 7的这一块 一定会好 所以它慢慢会好 只是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 对 但是在好之前 我觉得我们会有一段 很煎熬的时间要过 所以今天这张图表的时候 我要建议大家的解读 就是说国际之间 已经破了什么金融海啸 那个不重要 对 是因为人家后来 涨到创新高 对 但我们没有 对 我们长也没有长得人家多 对不对 虽然你从7000涨到8800看起来很多 但是人家是创历史新高 我们没有 那我们跌得比人家少 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自豪的 是 所以这个是出口数字不好 再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那么再来 这个是今天有明哥帮我们准备了好几张 这个是连续的验证 那么当初这个盘接下来的走势怎么看的 那到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小小修正 来赶快有明哥带我们看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 对 就是过年开我们的第一天 我今天其实每一张图表都引用一个故事或一个诗 那这个图表让我想到苏东坡的一确词 他说因为他在回忆他的王妻 他说纵使相逢因不适 成反面病如伤 就是我看到那个 看到他了我已经认不得他 我们投资人每天在听分析师节目 从早听到晚 其实那个资讯流量太大 很多事情都忘了 那有的时候你回过头去看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好像似曾相似 我记得我当初在写这张 有的时候搞不好大家还在笑 他说怎么可能只涨到8623 对不对 在这里什么都资金行情 我们那时候在7200的时候 我们说会涨到8000多也没有人信 对 那我们涨到这里 我说是警戒 因为或许还有高点 三月中到四月中是盘嘛 盘头 但是8623不要再上调了 因为你为了上调 你会去被迫做棋子多单 那你可能会最后那一波受伤 对 好 这是我当时第一次的看法 对 那整个的架构是来自于什么 这就是一个热闲派对 那你要记得就是你嗨的时候 跟人家一起嗨 但是要擅长的时候 你要早点出来 对 不然你没有计程车可以坐 对不对 你也跑不掉了 很有道理 你那个门那么挤 你也出不来 对 我们先走一步 你要先走一步 是 这当时我们的一个想法是这样 那当然后面有什么外资的那个期货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一个障眼法 对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 然后之后 8840已经看到了 对 然后跌了六天 我认为 其实我们也不要一直喊跌 那就死空嘛 我们在跌的过程中 跟各位来规划 你下一波应该怎么去缓一口气 拿一个氧气桶浮出水面 所以跌了六天 我认为应该反弹 但是这个弹一定量不会太大 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它还会再跌 对 不管是从量的结构 周线 KD的结构 或者是筹码的结构 其实都不支持 它在这个地方过8840 对 那因为市场有一派的说法 是认为要过 过哪里 过之前不是有个8871 对 所以完成西枝五波 或者是什么主声 可是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视为 那这种视为的声音 从清明之后就突然发生 就上个礼拜的变盘说就出来 对 所以市场的气氛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典型的资金行情 因为你出口 没有办法再支持你 台湾的经济成长的时候 那资金来 大家就很嗨 对 那资金走的时候 要效一过了 整个人就没力了 就马上违影 对 血糖就很低了 对 就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所以对 那接下来的话 我对台股的一个看法 我就引用德国的一个古神 叫托斯科安尼 他在讲 他说主人有的时候在往南走 但是他手中牵了一只狗 狗比较调皮 他跑来跑去 狗会往北走 所以大方向是往南走 就是跌 南就是跌 对不对 但是狗会往北跑 对 狗会反弹 狗就是股价 可是常常主人会被狗牵着走 它那狗如果比较大 但是我相信 以这种675亿的成交量 那是小狗 小狗 那不是大狗 不是大狗 如果1200亿 那个就会影响主人 就大狗是不是都可以好 对 所以原则上黑线的部分 是我们之前的规划 我认为三月中建高 但它晚了一个礼拜 也就是三月21的8840 然后跌了六天之后 我认为会反弹 也真的弹了 是 就弹这一段 对 那接下来市场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地方要反弹 对 我的看法是这样 无量 政府好坐驾 国安基金退场之前 它也会送给大家一个 见面礼 就是这个退场礼 对 退场礼 所以会反弹 但是以这种成交量 它会报在哪里 会报在这一区 它都是弹起来没量 到压力就有量 但是真正的修正 如果以乖离的角度 各位可以去对照那个KD值 现在KD值在这个位置 其实都没有落地 我就举那个RS MACD也是一样 所以换言之一波的修正 应该要到季线会比较合理 季线的位置其实差不多在8300 8300 8300到8328之间 这个地方我季线是抓66天的平均 所以换言之的话 这个乖离才会大 乖离大才有弹的力量 当然你甩开了乖离 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 对不对 所以到这个地方弹的 又爆量之后再下来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预判 各位可以去看 六黑一定不是一个好现象 那六黑各位你去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缺口 对 这个地方对过来照理说应该停 但是它打穿 对 那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缺口 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缺口 对 对 你对过来的话 你看它不会停 它是直接打穿 所以缺口打穿之后的 任何上涨都只是反弹 如果强的话 就是缺口点到就要上 是 所以那再加上这样的成交量 所以这都太弱了 对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现在狗的方向是要反弹 所以这一两天 如果有任何利多 就指数的操作来讲的话 其实比较倾向于就是做 反弹的这个操作 或者是逢高来部 所谓的反向操作 是 那各股方面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手中有弱势股 等一下叶问股我们讨论 对 趁反弹的时候出 OK好 这个是新的 这个虽然小狗牵着走 但是大方向 你的心里头要有数 那么再来呢 这个我们应该要从日元的走势 带我们来看看 对 我觉得刚刚我有买一个伏笔 就为什么油价的大涨 没有办法带动今天国际股市的开高 尤其是雅股 那最大的原因 当然跟日本股市的下跌 有很大的关系 是 那这一张是我们在三月中 有三月十四号 我们认为为什么盘会跌 因为当时我怎么看日元 我都觉得这个图形 不像是底部 它应该是要往下走 那往下走 就是代表数字越来越小 就等于日元在升值 对 所以当时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以安倍经济 已经重途末路了 它那个箭已经射出去的力道 越来越弱 而且它现在陷入到 另外一个两难 就它不断地在印钞票的同时 其实它已经 那个病人 电极太多次了 对 已经无感了 已经无感了 对 所以就是这个行情是这样 所以我就KD指标 就国际的资金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日元最近的一个走势 它确实在110一跌破了之后 形成一个比较快速的下跌 然后之后 我觉得最近当然会有反弹 但是各位要了解 真正日元的支撑 应该是在105.18 这个位置 那很多人我们盘中在连线的时候 大家就认为大概在100左右 我觉得在100之前 105应该会停住 那105如果真的到的话 对过来的KD指标 应该会相对在低档 那我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日元当然可以用 波浪结构来去做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跟日本的 债券利差在缩小 那中国今年转向 在抛美债去买日债 所以导致于日元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答呢 很简单 如果你觉得日元贵了 美金便宜了 你照理说你要放空日元 对不对 或者是放空到远期外汇 卖掉他的一个日债 去买美债 对不对 因为你赌套利 可是这种现象 在上个礼拜 四都没有发生 最大的原因就是 美国四个礼拜的短债 中标利率只有0.185% 那比联邦基本利率 还要少了6.5个BP 就0.065的百分比 话言之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照理说 如果有套利 美债应该利率要升 但是结果不升反降 对 不升反降的情况 那回过头去 日本三个月的国库券的 固定的票息是1.05% 人家说它是负利率 没有 三个月期的还不错 那利率的期限结构 告诉你 十年期又比三个月的利率 应该要更走扬 因为加入通膨的问题 对 所以变成你投资日元 不管三个月期长期的 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差 对 那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债部位 所以它现在在抛 它现在在抛 转到日再去 所以导致于说 钱现在就是 过了110的那个关卡 一升破了之后 钱就拼拼拼就过来 对 所以它形成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日本经济烂到一个不行 结果它汇率一直升 这是一个恶性的黑洞 你汇率一直升 那你就更烂 你经济就更烂 因为你海外企业又赚不到钱 对 日本政府现在束手无策 就束手无策 这个就是货币政策的两难 那现在这个问题的话 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还会在牵动的台股 往季线走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 可能性的短谈 对 那个东西都是一个空窗期 对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 包含什么东西呢 包含你看到的 什么美国财报 那些衍生性的问题 那这些东西都是在 这个大架构之下组叠 所以为什么我们三月中 是看叠就这个原因 然后最后在操作核心的时候 还是一首诗 对 来我们应该要吟诗 就劝君更进一杯酒 能喝就喝 能喝就喝 对 吸出阳关无故人 以后你再也找不到好朋友 这两句当中有很多的玄机 对 什么叫更进一杯酒 T50的反应 虽然我们不鼓励做空 但是你手中有股票的人 你要学习怎么去保护自己 对 要避险 对不对 要避险 上证2S 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 刚刚图表也讲 蔡总也讲过了 对不对 我们也会讲 中国为什么能涨 所以上证2S 只是一个代表 你可以做保来 可以做原大 可以做任何衍生性的商品 跟上证正向相关的 是 对 那吸出阳关的意思 就是什么叫阳关 阳关当然是一个关卡 对 就是四月中 四月中 四月中过了以后 第一个 重量级的美国财报 都是集中在四月二十号 对 到四月三十号之间 对 而且都是跟科技股有关 苹果啊 Tesla 对对对 那再来的话 就是台湾要反应激报 对 第一季的激报 那你会发现营收不错耶 那都没利润 对不对 今天排面上就是啊 营收都是创新告 怎么又不会动 台币升值 这段时间六成期来的时候 台币的汇损会吃掉 这一点 而且你怎么知道 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 价钱去接那个单 这个问题影响少啦 业外的汇损的影响 应该有 第三个就是 缴税了 对 怎么又要缴税了 对啊 五月底了嘛 对不对 大家都就开始筹啦 是 那你要卖股票啊 那前面之所以不卖 是因为你要做一个配息行情啊 对 对你不敢卖啊 你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破绽眉睫啦 对 所以接下来这个就是为什么解释 675亿成交量 对 就是越来越到后面就越来越少人玩 那除了那除了每天在股市里面的业内以外 那除了每天在股市里面的业内以外 他必须得做 但大部分的很多人在休息了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休息的股票就是你以前熟悉的叫雇人股 对 对你现在已经看不到它了 瓶盖 瓶盖 生计 不会动 不太会动 等一下我们夜问团有一档股票就说明明面膜的业绩在三月创了六成的这个新高 对 可是为什么股价反向在跌 是 医美的东西没有人青睐 在台湾中国大陆不一定 然后太阳能跟钢铁 这个都是前一阵子最夯的股票 对所以在操作上我们等一下在介绍股票之前 我们先讲指数的一个部分 我们的看法大概是这样 好非常谢谢 这有名歌 这有名歌用这个劝君更敬一杯酒吸出阳关无故人 这两句话放心上你的操作策略就有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 蔡总要告诉大家什么是中国的报复产业 这一下子可以致富 那到底国内联动到什么 另外还有我们有名歌的选股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那这种指标动画的现象是在超强势 或者是超弱势市场的时候会出现 包括在跌市的时候也是一样 如果你在去年八月份 看到KT指标到了20或20以下 那么就赶快就进场买股票 那恐怕你会提早 太提早的进场 所以指标动画我们把它设为是一个 极弱势或者是极强势市场的一个讯号 那么一旦看到这种指标进入高档 而不跌而且高档震荡的过程里面 我想应该就要把这波行情 摆脱掉过去那种超买超卖的这种刻板的印象 而应该更积极的去做多或者是做空 她是春娇 她是志明 想当年志明一表人才 认识没多久 春娇就嫁给她了 春娇妈整天说 买菜后也没这么选菜啦 现在选择信用卡 春娇不会再这么随便 有Money101.com.tw帮她做比较 当然不会再选错 免费比较信用卡 立即上Money101.com.tw都比较错不了 好车这辣大车 带你来自车 这台专心的车翁 是真正的五级环保 免费就算 方便又生前 三栋八夹的插油原因 六头八又又生油 十丁的振火刀再振都不用这 还有FHB的汇衣车 无流亚最新驾 真正是好吃 新卡红茶有些汇车 政府保住五万块 让你欢喜外新车 还有一万块就交车哦 空白空空空三百三三八